大家好,这里是天阳玄机,我们来看这个首相案例,整体首相还是败在了感情,感情现在三大主线中最为杂乱,导文是不是冒出来,说明烂桃花时不时来干扰。 前期的导文倒无大碍,属于青年时期感情经验的积累,但是中期的导文就伤了婚姻和家庭。 加上影响现在中期刺破了事业线,也说明中年与婚姻危机。结婚线也出现两条,极有可能是二婚的命局。 不过大拇指凤眼纹很大,能缓和一下烂桃花的影响。脑线的导文来看,也说明感情的不顺带来的心理伤害。 40岁之后,脑线导文消失,感情才能稳定。生命线初期见大导文,说明从小体质偏弱,早年消耗比较大。 从十日缝隙也看出这点,早不于前。分离初的导文,也说明青年时期,刚进入社会的动荡。 生命线前期恒文干扰多,45岁之后恒文才消失,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 生命线尾端分叉线,也叫旅行文,说明出行运势家,出门遇贵人,贵人在远方。 建议多出去走走,青年时期在外闯荡,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。 训工杂文来看,正才有但不稳,本职工作也一起浮动荡。 从事业线段序也看出这点。 大家 这里面、我们产生感无礼化。 最后的独立失是在本大逆的社会里 că Isaiah児廷的保障,